毛贝视角几度有梦文明 大家好,我是老啊 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聊一聊 成吉思汗创建的缺血军数位制度 缺血军在蒙古语里的发音是 而剑筒式在蒙古语的发音是 素位在蒙古语里被称作为 缺血,吉思汗这个词在蒙古语里应用广泛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吉思汗就是福分 而在祭祀活动中,吉思汗又是一种职称 如今在鄂尔多斯,负责祭祀的那些司仪们就叫吉思汗 而在大呼拉尔里面,那些议员也叫吉思汗 而吉思汗的词根也是吉思汗 不仅如此,会员党员等组织里的成员 都是用吉思汗这个词来界定他们的身份 成吉思汗缺血军制度的创建 是蒙古军事发展中的一大飞跃 缺血军的职能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成吉思汗和他家人的安全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缺血军主要是从各个部落的贵族家庭 或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的子弟里面选拔出来的 我们可以粗犷地理解为它是古代质子制度的产物 但它最大的功能是帝国的军事学院 为蒙古帝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机构 说他们是质子是因为 每个士族或者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的脑因们 都会把自己家最优秀的子弟选送到缺血军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被选送到缺血军里的子弟就是他们首选的接班人 一旦有哪个贵族或者哪个印有反叛的迹象 他们留在缺血军里的子弟就会理所当然的成为人质 缺血军的日常职责就是拱为大汗沃尔朵的安全和照顾大汗的生活起居 而大汗则负责培养他们的军事技能 信息传递技能和外交技能 提高他们协同作战的能力 大汗平常会组织这些人练习、骑射、摔跤、格斗等技能 也会教他们掌握战鼓、号角、鸣笛等传递的密码信息 培训他们制造和使用各种武器的技能 大汗还会经常组织缺血军进行围猎 蒙古帝国时期的围猎不是单纯的打猎而是军事演习 而长期的集体生活让缺血军之间都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并肩作战 既是通创也是战友 这大大的提高了帝国的凝聚力 一旦有一天他们中间的某人的父亲或者兄长 去世或者因为伤病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 那么他就理所当然的回到本部继承原有的职务 而那些出身素未缺血的脑印们 更能理会大汗政令中的真实意图 在大汗的精心调教下 成姬思汗时期的缺血军大都是文武全才 他们不但军事素养非常高 而且行政管理的能力也非常强 从原始里可以考证 胡必烈时期的能成干例 大部分出自于成姬思汗时期的素未 缺血军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杖粮食剑 一个地名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讲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吉 살词